高雄市防治登革热 宣导要清除积水 才能避免滋生并没闻 不过三明区和提国小 后方一块闲置的建筑用地 却在大雨过后 击成了一片小水塘 令当地理长相当担心 希望舰上能将积水填平 或者进行生物防治 避免爆发登革热疫情 建筑用地上工人正在 大概接待中心 不过建地后方的树林里 在大雨过后 却是积水成了一片小水塘 由于地点就位在登革热 疫情相当严重的三明区 让当地理长相当担心 建地积水会滋生并没闻 因为每个人看到都会怕 登革热嘛 这是人人的责任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就是说相关单位 当然区公所有行文给他 环保局他也是来讲 他说有去检查 他有检查你表示说 你现在检查以后就不会有吗 所以要列管 一定要列管 里长指出水塘的另外一边属于国有建地 在里长和清洁队等单位的监测下 证实水塘里有许多会吃蚊子幼虫的生物 因此特别制作帆布看板 让里民放心 不过水塘另外一边的私人建地 却没有定期进行监测 自身病霉纹的风险相对提高 就很明显的发现这是一个生态石 生态石就是它有很多原生物种 它可以去除这个病霉纹 所以这个OK 并且呢 它卫生局跟环保局 他们答应就是三五天 它是列管的一个地方 它列管的地方 它三五天会来检查 所以我们里民看了这个比较放心 虽然是同一片水塘 一边有监测 另外一边没有监测 里长希望私人建地的建商 能够负起环境维护责任 尽快将水塘填平 或者定行进行监测 让附近居民安心 记者黄俊淮 赖昌邦 高雄报道